OK,來看37題 三角形ABC和C珠一中 那AB跟GH和C珠是平行的 AB是15 C珠也是15 再來GH叫做6 BC等於21要求EF 好,我們先看右邊的這個三角形 E珠C還有EGH 我知道 E 更正 我知道EH 比上EC EH比EC 應該會等於我的6比15 所以應該會等於2比5 對不對 所以我的藍色這邊 就把這裡先暫且叫做2A 那這整個就叫做5A 再來 換綠色 我說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叫FGH和FAB 我知道FH 比上FB 應該也會等於我的6比15 所以它也會叫做2比5 所以老師把這裡暫且叫做2A 更正2B 整個BF也把它叫做5B 好 那我今天要目的要求EF 要求EF 也就是要求2A加2B 怎麼求呢 21還沒用到嗎 21怎麼用 來你看這邊喔 我先把BF線段去加上Ce線段 然後再去減掉重複的EF線段 是不是就會叫做Vc線段 對不對 思考一下 BF加上Ce 然後EF被重複了嘛 所以減EF會等於Vc 所以我在講什麼呢 你看喔 BF我可以把它叫做5B 那CF的部分更正Ce的部分叫做5A 然後再去減掉EF EF不就叫做2A加2B 結果就會等於我的21公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3A加3B 會等於21 所以A加B 就等於7 好 所以我要求的EF線段 它其實就是兩個A跟兩個B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會叫做